月英國小學生正聚精靈神 絲毫不敢大意 為了讓作品更加完美 每個步驟都要細心 學生們說 開始參與彩繪竹門簾的課程後 讓他們的專注力變高 懂得慢功出喜活 要很有耐心 因為如果很緊張的話又做不好 所以要慢慢來 就是有時候就會折不好 有時候就會折到 看起來就是不會很完美 就是要有耐心做 因為如果做錯要重新再做 第二次會當它再亮 負責教課的老師吳麒麟 是位客家媳婦 學習家事彩繪已有八年時間 為了協助校內推廣客家文化 經常參觀或研習家事彩繪製作技巧 每次課程設計不同客家主題圖案 這次的牡丹花竹門簾 不但讓學生在動手做的過程裡 細微觀察自然萬物 也讓學生了解客家的傳統歷史 與人文風情 我以前也是以為說 那個客家花的花是油童花 老師講完之後才知道是牡丹花 我以前是不知道的 我做完這個時候才知道 這當然是希望學生對客家的文物 都還要深切的去了解 因為你生長在這個客家村裡面 我們下次可能會做畫在那個翁裡面 因為客家每家都會有一種翁 這個翁做什麼呢 他做醃製品 但是雖然是以前做的 我們現在並不推廣做醃製品 但只要讓學生去了解說這個翁 我們以前的人為什麼要用這個翁 因為他們勤儉 勤儉私家 用那個來保存食物 內浦漁英國小在課委會的補助下 每年都會利用寒暑假 為校內學生規劃彩繪竹門簾課程 以客家花布 藍山等元素 作為主題 拼貼或彩繪在竹門簾上 校長林美中說 希望藉由課程 除了可以加強學生的美感 訓練耐心 專心之外 也期盼客家傳統技藝能向下扎根 竹門簾這個東西在屏東這個已經失傳了 也只剩下內埔這個新南村這個地方有 那我們想在地的文化裡面 要讓他知道說客家人為什麼會用竹門簾這個東西 因為這東西是冬暖夏涼 而且他有一定的一個文化的基礎存在 那我們為了保有這個文化的基礎 希望文化能夠向下扎根 所以在客語生活推動的過程中 我們就把竹門簾列入到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那這也是屬於當地一個特色 林美中說竹門簾的編織技法健身 擔心學生無法克服 但為了保存客家傳統技藝 目前震撼編織師傅溝通 規劃適合學生學習的編織課程 他也計劃將彩織門簾製成文創商品 希望藉由通路的閒銷 來推廣內譜客家客友的文化 他家中文簾更加強喔 屏東新聞 詩欣廷 楊正義採訪報導 詩欣廷 楊正義採訪